那你自己會不會跟常菲 問一下為什麼爸爸是不姓王 然後你自己 常常 就是直到前幾天上禮拜去上電台 就是會有人很訝異說 韓菲不是義明 我就說 爸爸王中平才是義明 就爸爸姓韓 王中平女兒不姓王 韓菲被照顧會想談戀愛 看著煙花雨說天空卻流 因為他是在講述一個告別過去的自己 並重生的故事 那我覺得在某方面來看 也算是一個告別過去的韓菲 然後重生的一個故事 今年二十歲的韓菲 是演藝圈夫妻黨王中平 和余皓然的寶貝女兒 韓菲當年獲取全球排名第八的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雙主修心理學和哲學 被封為學霸卻也引來酸民 周回亞她為了發展演藝事業 不惜收學反台追夢 這反常會說是最美情的 對 那你自己會不會害怕 其實我一直都不太喜歡 比較這個事情 感覺大家會專注在說 那個學校排名什麼的 什麼學霸什麼的 Focus在排名這件事情 那就開始會有網友會比較 你最想第一次接觸到被評論的時候 大概是一件事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小學三四年級 那可能就會有人覺得說 欸就是草莓族就是媽寶 你剛開始會去評辭嗎 你是怎樣說回覆網友的感覺 我以前會 會覺得說 欸怎麼就是好像 不管怎樣都會被 但後來我發覺就是 你不開心他們更開心 那真的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這樣子 因為無可避免別人不喜歡你嘛 那自己會不會覺得草莓族 有問題 那為什麼爸爸是 是不信不王的話 你自己 常常 就是直到前幾天 上禮拜去上電台也是 就是會有人很壓抑說 蛤 韓飛不是異名 我就說 爸爸王中平才是異名 就爸爸姓韓 雖然有最美心二代光環加持 韓飛卻不常被告白 還曾被男同學說想輸呆子 這邊啊他想替自己平反一下 我覺得我心目中的那種伴侶 是要 比較心靈上 能夠契合一點的 所以我比較多算 像是 一陣一陣的 可能突然有個時期覺得 好像很想談戀愛 就是如果比如說 生病的時候 特別來關心我 照顧這樣 會覺得特別行動 幫我什麼什麼 就突然 也不是說什麼 我這樣講好像公盡人 不是不是不是 媽媽其實蠻 蠻鼓勵我談戀愛的 只是 因為我在學校也個性也蠻悶的 如果跟我不熟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我很無聊 等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反向說 跟我熟就覺得我很有趣 當然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算是一個蠻有 個性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覺得我要熟了 才會 才會開始變得健談 其實是蠻喜歡搞笑的 有可能會不會 我也是 我也不想要 莫名是 快點 你 你